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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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将在星期五再召开跨部门会议 评估风暴的最新情况 各部门也会回报预备工作和应变计划的行动安排 NLTV记者陈建敏报道 超强台风山猪星日可能会威胁到本港 政府已经召开跨部门会议去应对 有市民也做好准备到超市和街市买食材储粮 超市部分的货价几近清空 街市有菜饭就说生意多了三成 洪永新报道 超级市场的冻肉架几乎素清 即食点心剩下的也不多 这两天很多超市都要不停补货 街市和平日一样人多 有人拖车仔来买菜 有市民说知道周末可能打风都会买多些菜 是呀会买多些 尽量 买了几天送的 花了两天送的 有人就觉得不用太担心 不用 够吃了 朱菌没有位置买了 有档粉说过往打风市民都没有今次那么紧张 有人买了两只鸡做储备 大风它出不了来嘛 立即买定先吧 真的反应特别不大 每个都说很厉害 这个工具说 在菜单买菜的人都多了 菜单说生意较平日多三成 而来货价亦都贵了一成多 也不是贵得很夸张 贵了一两元左右 因应打风不少的菜单都入订多些存货 有菜单说生菜 白菜仔和切瓜 这些不易变坏的蔬菜就最受市民欢迎 NOW TV记者洪永新报道 尖沙主尼敦道和摩地道交界 一架狗巴和的士相撞造成一死四伤 警方说事发时的的士 在尼敦道二线行驶 应该要直驶 但是的士司机向左转 驶入摩地道和巴士相撞 68岁的的士司机是危险驾驶 引致他人死亡被捕 张善恩报道 事发之后救护员到场 为伤者急救 有乘客在旁边协助 两个司机和三个巴士乘客受伤 伤者当时全部都在下层站在里 而涉事的的士车头损位 产上行人路 车身被撞到粒陷 路牌和铁栏都被撞到变晒型 有市民说意外发生的时候 传出巨响 警方说事发在大约早8点钟 一辆的士在尼敦道南行线 二线向左转 驶入摩地道同一线的 87号D巴士相撞 但按路面标记 的士应该要直驶 当两辆车驶到近摩地道交界的时候 那辆的士在左转入摩地道途中 同一线的巴士发生碰撞 之后那辆的士也撞上了 在尼敦道路旁的一些路牌 和一截的行人的栏杆 如果根据路面标记 在的士行驶的二线应该要直驶 全部伤者都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 其中一个70岁的女乘客 经抢救之后证实不治 其余四个伤者受轻伤 警方一度封锁尼敦道南行线部分路段 将会巡视法时的车速 驾驶态度和路面情况进行调查 两个司机都通过走证测试 NOW TV记者张善恩报道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到高铁西九站视察 他相信日后会有多人承搭高铁 而高铁西九站WiFi供应商删除了收集 个人资料或转向自内地机构的声明 只提到资料可能用作港铁公司统计和分析 有专家就实地测试WiFi后 系统存在保安漏洞 李国后报道 张建宗在运输及房屋局 和港铁职员陪同下 到高铁西九龙站视察 有运防局官员向他 讲解西九龙站的准备情况 他们一行人进入集会的香港口岸区 还到B2曾了解 被问到会不会担心 公车乘客数量不及预期 张建宗说 有信心会越来越多人承搭高铁 大家都明白 现在就刚刚开始 是一个新的服务 当大家认识多了 我相信一定有一定的数量的人 会用高铁 这个高铁一定发挥到功能 而在西九龙站同列车上 提供免费WiFi的供应商 经讯通讯 已经修改个人资料收集的声明 删除了个人资料 可能会转让至内地政府或机构的内容 即是提到资料可能用作 港铁公司统计分析和研究用途 有网络保安专家 实地测试西九龙站的WiFi之后 发现系统存在保安漏洞 我在互联网下载了一个文件 是新闻台的logo 我放了一部电脑 我身边同时有Chris 他透过他的电脑 他会掃描到我这个IP地址 原来有一个服务开了 当他打开浏览器 进入这个地址 这个服务端口 其实他就会开到我的档案了 其实在一般家里或者公司的环境 其实这件事是绝对没有特别的 但想想一个这么大型的无线网络环境 如果大家会看到大家的电脑 如果有一些share是可以给所有人都去见到的 那这里是有一个安全的风险在 他建议市民暂时不要使用无线上网系统 呼吁港铁和网络经验商 尽快堵塞保安流动 NOW TV记者 美国豪报道 运输客服务局局长陈凡 日前指同一班高铁列车 不能买两张或以上的分段车票 大本台记者在西九龙站 分别在不同的柜位 都成功买到同一班车的两张分段车票 港铁就回应说 正和内地有关单位跟进 承认两地买票网衔接上 有需要磨合和完善的地方 陈家俊报道 高铁香港段开通在职 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分段买票会较便宜 运输及火局局长陈凡 星期三曾经说过 不可能分段买到同一班车 这个可能有个误解的 在同一个班次的车 是不可能买到两张或以上的分段车票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星期一高铁香港段车票开售首日 在西九龙站贵位 买到通车第一天 由西九龙站往深圳北的车票 事隔几天我们再到西九龙站 专门出售高铁内地段车票的贵位 买到同日同一班列车的车票 6584 一位由深圳北去广州南 职员确认救票成功 即时出票 职员还说既然电脑成功出票 持有同一班车 两张分段车票都没有问题 只要在车上转位就可以 因为同一班车 因为你出门真的不够时间 可能你去到深圳北就坐在这个位置 然后在北站开始 你就需要走回路车厂 坐在这个位置 但是不会有问题的 它应该会照车票都OK 电脑出到应该是OK 结果我们买到同一班次两张分段车票 连同手续费合共182元 较一程过买香港旺广州南247元 便宜了65元 而根据内地高铁资料 内地居民在网上订票之后 只要出示二代身份证 以及短信手机应用程式订单资料 就无需领取实体票 港铁回应就说 高铁规定同一名乘客 不可以在同一日同一车次 购买超过一张车票 包括任何中途暂点的分段车票 公司留意到预售期间 两地的购票网銜接上 有需要磨合和完善的地方 祝稀 优优独突 继 感谢观看